《阳格》 在中国已有千年历史 清代吴熙林新年杂永超载 《阳格》 南宋灯宵之村田月夜 农民在插秧拔草时 为了减轻劳作之苦 便哼起了歌 身体随性扭动 再融入独特步伐 就形成了多姿多彩的《阳格舞》 人们扭阳格时 会穿上色彩艳丽的服装 手里拿着伞或手劲等道具 在锣鼓 唢呐等乐器的伴奏下 尽情舞蹈 不同地域的舞法各不相同 东北央阁 威武雄魂 加入了骑马 狩猎等动作 陕北央阁 淳朴自然 步伐平稳 队形变化丰富 阳格舞队少则数十人 多达上百人 是农民闲暇时期 不可缺少的娱乐活动 每逢春节 元宵等传统节日 人们便扭起央阳格来庆祝 笔歌赛舞 好不热闹 感兴趣的话 你也来学一学 扭一扭吧